在台湾举行的大选引起关注选民需要在考虑自己偏好的同时 也要考虑中美关系的影响 美国高官再度表态支持一中政策和两岸对话 但也呼吁台方避免台独冲动 这一表态显示美方理解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 坚决立场和解决问题的决心 选民面临战争与和平的选择 需要慎重权衡 无论选举结果如何 中美关系和台海局势仍然需要稳定 以避免进一步升温和冲突 台湾地区领导人需要在避免大陆武力攻台和法理台独之间寻找平衡